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喔 有吃飽喔 聲音還不錯喔 那有一個吃更飽的 好不好 啊這個 這個我突然有一點 影響我的情緒 我想在座的童心經過昨天跟今天這樣子上課 對台灣民政府的認識有沒有比較深入 有 有覺得清楚台灣的歷史嗎 真的嗎 真的齁 那你們都比我聰明 我剛上初級班的時候 對沒錯 我剛上初級班的時候 我就算上完了齁 我都還覺得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 還有點混亂 我還可年輕 喔 你都有經歷過喔 齁 都很清楚耶 那我這樣問問看 在座的童心啊 自己來的牙手 童心 很棒 你是自己看網路嗎 對 喔 你真的不簡單耶 你幾歲啊 18 這裡有你的家人嗎 這裡有你的家人嗎 哇賽 你不簡單耶 明日之星 真的應該鼓勵一下 真的應該鼓勵一下 那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啊 讓人逼的 一定有的 在笑的 這應該都是吧 我跟妳講啊 我也是讓人逼來的 我也是被逼的啦 蛤 逼著 逼著逼著就變老師了 有沒有 我剛開始齁 為什麼會加入台灣民政府 我是被我媽逼的 我媽呢 她就先 有一天她就跟我講 我隔壁有一個阿姨 跟她說 台灣要變天了 然後我媽就說 哪有可能啊 要變什麼天啊 要換政府 妳怎麼知道 她說不可能吧 她說真的很震撼 妳一定要去聽 啊我媽就跟我講 我就說 妳讓人騙啊 哪有可能啊 對不對 你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應該跟我有一樣的感覺吧 我說哪有可能啊 然後 詐騙集團 對 我也是這樣想詐騙集團 可是我跟你講 我媽那老一輩的有沒有 欸他們不會認為是詐騙集團 他們的想法是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團體 他在他們的觀點裡面 他們只是覺得說 欸他們去參加這個政治團體 會不會被抓 會讓人去冠 他們不覺得這個是詐騙集團 但是我們年輕一輩 我們會覺得說 欸這應該是詐騙集團 騙人的 對 我媽就說 不然妳不會我去聽 聽看看 聽 去聽聽看 他們講台灣民政府 到底是什麼 我說 這樣好啦 沒有 我不會去聽看看 因為怕媽媽讓人騙 我們就去到 當時 我是住在桃園 我們新竹州的 州辦公室 我們就去那裡 然後我們當時 那時候的知識 他就大概講一下 他就說 你知道中華民國是什麼嗎 誰知道中華民國是什麼 啊不就是中華民國嗎 啊不就是中華民國 他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喔我第一次聽到 從小到大 讀了這麼多的書齁 第一次聽到 流亡政府欸 為什麼 政治能感嘛 年輕人是不是都政治能感 你例外 政治能感 通常聽到這種東西都想說 不可能嘛 沒聽過嘛 什麼流亡政府啊 然後什麼國民黨 民進黨 誰會關心 I don't care 所以 講完之後 出來我媽問我說 欸你聽到沒有 我說絕對聽到沒有了 你不要去參加黑啦 政治是黑暗的 是恐怖的 我們不要去參加這個東西 我們就好好過生活就好 好 我們就過了一陣子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欸 開初級班了咧 叫你三個敢去上課 喔 我媽就等來告訴我 阿不然你先去上課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不然你先去上 我就說阿你怕被人家抓 你就不怕我被人家抓 你自己不敢去上課 你還要去上課 我媽說 你年輕阿 你先去上阿 然後先聽看看齁 他們講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阿如果是真正是騙人的 你等來才告訴我 我說我哪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阿 我沒有贏 我知道你這禮拜 我講你有贏阿 然後就 從早上到暗時一直給我錄 一直給我錄 我跟他說 上課就是 優惠嘛 好啦好啦好啦 我可以上課 我可以上課 我想說喔 上課呢 我才回去跟他說什麼嘛 對不對 因為我也聽不到阿 我就來上初級班 所以我是被逼來的 可是呢 剛好有一點 我本身對歷史 這一塊 我就特別的有興趣 所以我來上課的時候 我很認真 我很認真的聽老師在講課 我很認真的聽 他們在講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所以我初級班上完的時候 無沙沙 還是聽都沒有啦 因為你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他那個順序的混亂一定會有的 可是喔 我非常勇敢喔 你們現在應該有一些些跟我一樣的感覺 大概你上了一兩天的課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很特別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知道了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喝個水 因為齁 我剛參加完美國之旅回來 大家有看嗎 3月12 對 如果 我們官網現在是把前面那一段剪掉啦 他剛開始直播的時候啊 你們就會看到有一個女生 一直在那裡鏡頭前面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就是我 我不知道他已經開始轉播了 我就在那裡走來走去 我回到台灣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都很傻眼 可是前面那一段有剪掉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 夫人的重點啦 所以我到現在呢 時差還沒調過來 白天有沒有 胃都嘟嘟 不會腰 啊半夜都會惡醒 時差 時差的關係 所以我決定呢 把自己白天先搞得很累 回到家晚上就會一直睡一直睡 不然什麼時候才會調過來啊 我現在是 美國太乾燥了 那個齁 我們 一群人去呀 每天早上沒有一個不流鼻血的啦 你慶 就算你有流鼻血 你慶那個鼻涕 也會有血絲 因為 美國的空氣很乾燥 然後你晚上如果不懂得 去放一盆水有沒有 去調節那個濕度的話 你這樣呼吸一個晚上的空氣起來 你都會 受不了太乾 嗯 可是 美國很乾淨啊 看完之後齁 都會希望齁台灣齁 可以拖亞入歐 以後我們的 道路市容可以規劃的 跟歐洲一樣整齊 對 嗯 嗯 啊這沒辦法氣候的關係 但是 寶島有寶島的好處啊 台灣有台灣的好處啊 對啊 我們愛台灣嘛 對不對 愛台灣 好我繼續 所以呢 我上完了初級班之後呢 我就秉著一股 我覺得自己是特別的力量 我就跟我朋友分享了 熱情 我就跟我朋友講 台灣民政府 結果他聽完之後 經過一個晚上 隔天就打電話給我 我跟你說 我認識你十幾年 你那 發人騙啊 對啊 就是這樣 跟一句話 他就說 你一定沒有上網去查對不對 我說查什麼 你沒有上網去查 官網去查一些台灣民政府是什麼嗎 我說我知道一定寫詐騙集團 他說對啊 你沒查對不對 我就知道你的個性 人家講什麼 你就信什麼 我說我是啊 可是 我還是有腦袋 我會判斷啊 我來這裡上課 台灣民政府已經成立幾年了 他不是 短短的一年兩年的事情欸 在台灣民政府裡面 有多少的博士碩士醫生 老實 律師 這麼多聰明的人 會插我一個這樣的笨腦袋嗎 他們會相信台灣民政府 他們會問的問題 早就提前我好幾百倍以前就在問了吧 我還需要care什麼嗎 如果我有疑問 問出來應該就會有答案了 該查證的 有聰明的人去查啊 然後他就問我說 究竟山和平條約 上面不是寫 第二條不是寫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澎湖的名利請求權了嗎 怎麼還可以說是日暑美戰 我回答不出來 因為初級班才剛上完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有人知道了嗎 還不知道齁 所以呢 我現在呢 想要帶大家看的就是 台灣的一個歷史的軌跡 我盡量的 讓大家可以 有一個順序的理清楚 台灣從以前到現在 一個真正的歷史 前面稍微 有一點點無聊啦 但是我們還是得知道 這樣子啊 你當你在思考我們的法理論述的時候 你才會很清楚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 台灣 FORMOSA 美麗之島 這個地方是哪裡 有看過嗎 台灣 是台灣嗎 這個 三塊這個東西 嘿嘿嘿 是台灣 這十三十四世紀 最早的台灣的地圖 那個時候啊 開始大航海的世界的時候 然後呢 從 那個日本 琉球 然後來到台灣 發現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航海的技術 還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會出來的台灣的地圖 是這樣的 是錯誤的 但是 這是我們最早期的 台灣的地圖 那發現 哇哦 怎麼有一個這麼美麗的島嶼 FORMOSA在歐洲 他們西方的世界 他們稱之為美麗 他們就將這個來賦予我們台灣 所以台灣就叫FORMOSA 那大家猜猜看 最早活動於我們 FORMOSA的 外來的民主是誰 猜猜看 荷蘭 嘿 hello 美國 英國 葡萄牙 西班牙 荷蘭 大概都是這些答案對不對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的歷史教育成功了 你看 大概答案不外乎 這些國家 但是最早的是誰 日本哦 這在歷史文獻上都是有主宰的 13世紀日本人已經在FORMOSA島活動 一直到1633年得川幕府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的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 在台灣的這塊領土 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那大家知道剛剛所提到的荷蘭 大家知道荷蘭啊 它算是一個比較有系統 佔領台灣的一個國家 所以大家對它是比較有印象的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什麼 荷蘭它要來到台灣 還得經過日本的同意 它每年必須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才得以准許進來台灣這塊土地上活動 跟交易 那荷蘭為什麼要來台灣 貿易 當時呢 歐洲人最喜歡中國的什麼東西 瓷器絲綢 對 對他們來講跟黃金一樣斑有價值 所以荷蘭他想要這塊利益 那他要一個什麼 轉運站 來去轉運他的這個連接 東方 然後跟西方的一個利益 的一個轉運站 他一開始是選澎湖 可是澎湖離當時的大明國太近了 所以大明國有派兵攻打 荷蘭趕出去之後 他第二次選擇的就是台灣 那既然他是以 經濟利益 為考量 將台灣做為轉運站 請問 他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會好好的對待台灣原本的居住的人民嗎 有沒有聽過 然後 那個淡水有一個 勒蘭遮城 紅毛城 這就是當初 荷蘭來到台灣 佔領的時候 佔據的時候 他們所建立的一個軍事基地 叫紅毛城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聽過 紅毛鬼子 就是指荷蘭人 所以當初他們 一樣來到台灣 不會好好建設 就是欺壓 我現在講的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會影響我們台灣以後的文化的發展 所以我們十六十七世紀啊 在這個時候台灣 他已經奠定一個很重要的地理位置 經濟枢紐的一個位置 我們十六十七世紀 西方史家稱大航海的時代 那大家知道中國的漢民族 在那個時期 都還不知道航海圖怎麼繪製 這個叫做一個文化的落差 那等到以後我們被 中國統治的時候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統治的時候 它會造成我們的歷史事件 因為文化素養的落差 從十六十七世紀就已經建立了 我們從 開始你要放大你檢視你 收到的資訊 剛剛大家是不是都猜 荷蘭西班牙葡萄牙 可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 其實最早的是日本 我們所學到的歷史 所你所看到的東西 不一定是真相 因為我們沒有去研討 沒有去研究而已 我們佛洛莫薩政權一個輪替大概的軌跡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 因戰敗而被中國人佔到今天 70年了 很久了嗎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政權輪替 我們要很清楚的 我們剛看到的荷蘭 東印度公司 當他佔據台灣的時候請問他 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沒有 不是 因為 土地他佔你的土地只有哪裡 有效管轄的區域 並沒有整個台灣 現在看到的是不是只有一點點的部分 對 他沒有在台灣建構完整的主權 你要建構完整主權 必須有效的管轄整個台灣 那正式王朝呢 為什麼 鄭成功 會要佔領台灣 為什麼他要把荷蘭趕走 是為了台灣人嗎 為什麼 對 反清復明 反清復明 當時他為了反清復明 他需要一個基地 所以這個基地 他就設立在哪裡 台灣 不產豐饒嘛 富裕人口又少又好管理 所以他才將荷蘭趕出台灣 那他有目的的是 反清復明 那他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嗎 會好好的建設當地嗎 不會嘛 因為他有目的 他要的只是反清復明 那他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 他擁有的部分 只有這裡 紅色的區塊 是不是也很少 所以到現在喔 一直你看荷蘭喔 正式王朝到現在 都還沒有台灣都還沒有成為一個 真正的國家喔 因為我們沒有完整的被一個有系統 然後所建構完成 都沒有喔 到現在都還沒有喔 那正式王朝再來 讓給誰 被收復了嘛 大清國 大家知道大清國佔領台灣多久嗎 有人知道嗎 兩百一十二年 兩百一十二年 兩百一十二年久不久 很久耶 經過幾代了對不對 因為 他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會讓台灣人有一個錯亂 中國好像是我們的祖國 會不會 兩百多年來他有足夠的時間影響 你們的文化吧 影響你們的思想吧 有足夠的時間跟你們融合吧 所以 大清國他佔領台灣的時候 1683年 一直到他離開 1895年 大清對台灣的領土 有效的管轄不給予FORMOSA的拳道 僅限於六個漢人屯肯區 有看過這張圖嗎 有 這個是台灣大家知道吧 為什麼只有一半 高砂祖 但是高砂祖為什麼就不是屬於大清國呢 Why 對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沒有去統治到 我們 有人看過那個賽德克巴萊 他是不是 保護我的獵場很英勇 你只要進來 就獵頭 殺死 也就是因為他們這樣英勇 而且高山的關係 所以 兩百多年來 他都沒有完整的 有效的 建構台灣的主權 所以大清國有擁有台灣的主權嗎 沒有喔 他也只有一半而已喔 所以這個是重點 大清國所認知的台灣 大清國沒有錢嗎 還是大清國沒有兵嗎 為什麼他不去攻打高砂 然後建構台灣完整的主權 為什麼 大清國認為台灣是他的什麼 殖民地不是 他認為台灣是一個荒蕪的畫外之地 很難想像喔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台灣是個寶島 不知道原來台灣 是一個物產豐饒 一年三收的國家 他們不會發覺 對於大清國來講 他只認為台灣啊 就小小一個 然後又離我那麼遠 因為他們一直都還沒有去發展 對外的航海嘛 他們不曉得其實這麼近 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他就覺得 很遠啊 我管也管不到 而且 我不想要花錢在這個地方 我也不想要建設在這個地方 那大清國他不要建設 但是他不要台灣 不過這時候師郎 知道吧 師郎 他跟大清國的皇帝建議 你喔 要把台灣佔領起來 不然 還會有第二這個反親復民 造成你的困擾啊 所以呢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用班兵制度 來管理台灣 什麼叫班兵制度 三年為一個任期 你管一個地方是不是叫文武官員 文官是什麼 我們所謂的一些政務官事務官 譬如說我們的桃園縣長 然後新竹市長 那他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講這樣子 來回坐船好了啦 給他扣掉半年 然後你來到這裡熟悉一個地方 里長啊熟悉這個環境 要不要一年 等你熟悉了 剩下一年半 然後呢 這一年半你寫個企劃書 準備要建設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還回去了 而且大清國規定說 你來到台灣 你的家眷都不能帶 他怕你跟當地的人 集結反親復民 我把你的家眷都扣押 你沒有辦法在台灣落地生根 那我來到這裡 時間也不夠 我了解完了之後 我要做政策的時候 我又得回去 可是回去升官啊 但是我來台灣 那到底要幹嘛呢 有一個好處 貪污 來台灣能拿的就拿啊 能貪的就貪啊 反正我也不需要什麼建設啊 大清國也沒再重視 也不會怪我啊 他只是就是做做樣子而已 五官 五官要標兵 來管台灣 台灣 兵是什麼人 集結原本在大清國的 無業遊民 流浪漢 無工作的都來 來台灣 一樣三年 頒兵制度 就這樣 派了這樣的文武官員 來管台灣 台灣不足成 我沒有要花一毛錢 建設台灣 我也不蓋縣政府 我什麼都不要蓋 反正 能管多久管多久 我沒差 你覺得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 即使經過了212年的大清帝國 的佔領 台灣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會有什麼樣的建設 想像的出來吧 大清帝國一直到1887年才完成台灣建省 換句話說是什麼 大清國在佔領我們 我們 西半部的時候 一直到了204年 才將台灣宣佈 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他有宣佈喔 他有宣佈說 要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版圖喔 可是請問 他有建構完整的主權嗎 這是前提 沒有對不對 他沒有在台灣建構完整的主權 他怎麼宣佈 併一半嗎 台灣可以切一半嗎 不行 所以不成立 這樣了解了嗎 我們從來就不屬於 中國 從來就沒有過 但是 200多年來 我們一定有被影響很深 影響什麼 文化啊 大家沒有覺得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我們到美國 你看到的是什麼 基督教 天主教 對不對 看到的是 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文化 台灣呢 你會看到什麼 我們在座應該有佛教 道教 基督教吧 為什麼小小的一個台灣 會有這麼多的民族融合 而且這麼多的信仰 為什麼 沒有人去探究過 那就是因為台灣一路走來的歷史 我們經歷過荷蘭 正成功 我們有東西方的文化 我們被衝擊的文化 我們最早期的平埔族跟高砂族 雖然他一個社 一個社之間 文化語言不盡相同 我們所謂的泰雅啊 阿美啊 雖然他們講的語言不一定完全一樣 但是他們大部分就是 女性為中心 拜悟教 沒有姓氏 沒有祭拜祖先 沒有文字 沒有書 只有代代相傳靈魂不滅的傳說 可是這個凸顯了一點什麼 為什麼台灣一直沒有自己的國家 台灣有人啊 我們有平埔族跟高砂族 原本居住的住民 為什麼我們不能是一個國家呢 因為你一個國家一定要有制度嘛 是不是 你一定要有文字要有書 你要有一個制度 你才能夠稱為一個國家 但是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擁有 所以我們是不是很容易被統治 荷蘭來就被佔領 鄭成功來又被佔領 大清國來也被佔領 日本來也是 現在呢 又被中華民國佔領 我們一直以來都不知道 自己應該要團結些什麼 所以這是傳說 社日 英勇的傳說 都是用傳說的 還有什麼 荷蘭時期他們統治的施政重點 他們沒有要建設台灣 但是呢 他們想要傳教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很多的高砂族 他們都是信什麼 基督教 就是這個時期的重點 他們那時候通商 然後傳教 在這個時期做的還蠻淋漓盡致的 所以這是我們被影響到的文化之一 還有我們剛剛過完年 有沒有 請問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三大節慶 元宵清明中原七夕過年 是本土台灣人的節日嗎 不是 剛開始知道不是的時候 我有衝擊到啊 你們有嗎 原來那不是我們原本的節日耶 那個都是在大清國兩百多年來 所帶來的外來文化 要了解嗎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講的 要託亞入歐 我們可以選擇 將最好的文化用在我們自己身上 好不好 這是真的啊 去到美國我看到什麼 歐那華盛頓啊DC 整個道路啊非常的乾淨整齊 哎呦帶我們到哪裡去 唐人街 為什麼去到華人的地方 中國有中國人的地方 那個景色完全就不一樣 好髒喔 亂喔垃圾都堆在路邊耶 對 還有他們的建築物 你完全就覺得那個就是美國的另外一個城市 可是為什麼是這樣 那台灣呢 其實台灣既然已經東西方的文化都融合了 我們有選擇的權利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選擇好的啊 所以為什麼要託亞入歐 我們也可以學日本啊 多乾淨 是不是 講到後面你就會發現很歐 我們為什麼要被中華民國統治 不然台灣現在的光景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了解我們台灣被衝擊的文化 你只要清楚了 人家在講喔台灣從以前到現在的歷史 你會很清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可是沒有關係 像今年過年秘書長就有講啊 過年回來我問你們啊 上午包紅包 收紅包的 到底都有 沒辦法 那也就是我們一直傳承下來的 但是我們最起碼要知道 我們本土台灣人原本真正的是什麼 所以這樣子的集體潛意識啊 它會造成一整個世紀的魔咒 搞到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到底是誰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大皇帝陛下 大清帝國的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陛下 皇帝跟皇帝簽 這個框起來的地方 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澎湖列島及尾度什麼什麼巴拉巴 有沒有 這個看起來很像什麼 像不像 土地全壯 這個 就是土地全壯 在1895年大清皇帝正式 將台灣及澎湖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他簽的東西叫做土地全壯 這個 會在你台灣的這個 新台灣論法理論述裡面 很容易混淆的是 日暑美戰的意義 你只要知道說土地全壯是這樣寫的 從這一個條約一直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再簽到 什麼 割讓 台灣沒有在 台灣跟澎湖 從這一條之後 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再被割讓出去 是找不到的喔 那我們割讓給日本天皇之後 台灣進入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但是日治時期啊 大部分的人知道日治時期 其實它分為三個階段 你們有沒有跟我 剛來上初級班時候 有一個疑問 我那時候上課 我聽很多老師講 講講講 我就想說 你都說啊 日本啊 日本人對溫瓦好都瓦好 可是在我的記憶裡面啊 不是就是有一些物色事件嗎 一些屠殺事件 一些抗議的事件 存在著的吧 這個應該不是捏造的吧 是不是 是 這是事實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的是 日本它是分為三個階段 大概前期大概有20年左右 中後期大概30年左右 前期呢 有五官後藤新平 他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他是用德國式的殖民主義 嚴密的控管台灣的社會 可是他控管台灣的社會 是為了什麼 日本啊 進來的時候啊 台灣人有主義民軍對日抗戰 他們用什麼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對 唉唷 這個倒在的 啊用這個要跟人打啦 啊贏的是輸 絕對輸的嘛 可是呢 日本兵啊 剛來台灣啊 就死了三四千人耶 怎麼死的 大家知道嗎 不是 瘟疫 差不多了 為什麼 台灣啊 後藤新平來到這裡 他沒有想到台灣怎麼這麼髒 怎麼這麼髒啊 啊他的 在日治時期之前是誰 大清國 我剛剛講的班兵制度 從來沒有好好的過 控管過台灣人 管理過台灣 所以台灣兩百多年來還是很落後 髒亂 日本 日本乾淨啊 一來 水土不服 生病 死一堆 不用打就贏了啦 用髒亂就克服他們了 可是呢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他必須什麼 嚴密的 控管台灣的社會 而且他發現台灣一個現象 喔 大清國 你把 台灣歌給我 可是呢 欸你沒有擁有台灣的完整主權耶 你只有擁有西半部耶 東半部你沒有統治耶 怎麼辦 他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向美國他們提出了問題 我遇到這樣子 的狀況 我該怎麼辦 美國告訴他 你要像征服印第安人一樣 武力征服 你必須 因為他們是部落 他們沒有文化 沒有制度 你必須先統治他們之後 你才有辦法建立完整的制度 所以就由我們所謂記憶中的 抗日 事件 因為一開始 一定得用武力征服 征服之後呢 他在台灣投下 大規模的建設 建設什麼 請問 我們在座有申請台灣民政府 身份證的人舉手 還沒下來齁 那你們申請的時候 有叫你們去申請什麼 戶籍等本 什麼時期的戶籍等本 日治時代 日治時代 那請問為什麼是日治時代 不是大清國時代 嗯 不是 因為 為什麼呢 是日治時代 為什麼 不是大清國時代 因為 一直到了 你看台灣有多可憐 一直到了 日治時代 我們才做了戶口普查 在大清國 他不想管你有多少的人 他不care 可怕吧 一直到了日治時期 他才做了戶口普查 把你家家戶戶 你家裡有幾家族的人啊 幾家啊 然後把你調查到清清促促 所以我們申請的是 日治時期的戶籍等本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做了完整的規劃 一直沿用到现在 所以你说后腾新平有过吗 他也有很大的功劳 土地调查户口普查 风俗习惯 生物学 科学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交通警察 这样的建设之后 一直到了1904年 台湾财政已经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中央补贴 甚至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是 亚洲第一哦 亚洲第一哦 这样有功不 台湾的财政 可以完全自主的意义是什么 很重要 我刚刚是不是一直有提到 荷兰 郑成功 大清国 都不想建设 建设要不要花钱 但是你确定一定会回收吗 日本聪明 他知道台湾这块土地是宝岛 他投入这样的建设之后 在1904年已经可以自给自主 一年三收嘛 物产丰饶 除了自给自主 还可以成为日本的大米仓 这就是他的原建 所以他投下的建设造就了台湾的鱼米之乡 后来中后期换文官田建智郎 田建智郎呢 他跟当时的首相袁静 他们就想 我感觉台湾不错 离日本又不远 日本琉球 包括台湾 我们来把它规划成日本的国土 好不好 不错哦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 内地延长的主义政策 这时候要开始同化 为什么要同化 依照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他要将台湾纳入为日本的国土 他必须经过一些规定 让台湾人跟日本人一样效忠天皇 废纸边形 配搭武师刀 日台共学 日台通婚 任用 我们的工程师八田语一 大家知道八田语一吗 我们很有名的水木工程师 来建设台湾 一个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这个是在乌山头水库的雕像 有没有去玩过 有哦 为什么纪念他 他为台湾做了很大的贡献 台湾的迦南大郡的设计者 乌山头水库 参与下水道兴建高雄港 水道计划 桃园大郡 都是日治时代现代化重要的土木工程 乌山头水库是世界第三大 不是亚洲而已哦 世界第三大 这样有厉害吗 台湾曾经这么厉害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啊 在日治时期我们就这么的先进了哦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要拥有台湾 要拥有台湾成为国土 会不会好好建设台湾 会 他那时候画的蓝图是什么 我们台湾 现在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做的建设 十年建设 二十年建设了不起了吧 日本的建设几年 一百年 一张蓝图一百年 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工程 都是沿用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 到现在 你好好的规划 就不会像现在没有钱 就在每天在马路哇哇哇啊 这就是为什么 台湾到现在进步这么慢 那我们是因为什么了 才有亚洲四小龙 因为日本的建设 因为日治时期的建设 的基础 我们才成就了 我们当时的经济奇迹 交通运输方面 重贯铁路 高雄基隆港 航空 机场 开发全台的电力 日月坛大假西 资讯传播方面 建立强而有力的传播网 成立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台湾已经可以说是什么 一个很完整的国家了 快可以成为帝国了 该有的文化有了 又富裕 又有钱 人口多不多 不多 所以那时候台湾啊 每个人啊 都很好 生活都过得很好 我们这样子拥有 这样的建设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还没有建立耶 而且落后的中国 跟我们差距 已经有100年了 这样子的文化落差 我们被 比我们落后的 100年的 国家来统治我们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 一定会很可怕吗 各级的行政司法警察 护证农会 财政金融 普及全导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导初级教育很重要耶 他会训练 我们有什么 基本的道德观 当你有基本的道德观的时候 你就不会像中国人一样 随地吐痰吧 会不会随地大小便 不会吧 因为会拍资啊 教育很重要 他会教你怎么样的去 在这个社会生活 怎么样去尊重别人 金融财政体系 稳定我们台湾的经济 那知道我们的 跟中国的差距 有没有看到这些学生 跪着做什么 踏车 我们现在都 坐着踏车啊 还可以赌骨 那当时踏车要贵 培养武士精神 这样子的初级教育 也会造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被流亡中华民国 刚开始占领的时候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大家有看到 有漂亮吗 他们的鞋子 我妈看到这张的时候 她跟我说 我当时还没有鞋子弄穿了 你当时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妈妈我就说 这个时候是日治时期 有鞋子弄穿 那你当时她说 就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刚来没有鞋子可以穿 这样有差吗 祖父母有鞋子弄穿 后来变没有鞋子可以穿 你就知道经济上有多少的落差 像什么 有鞋子弄穿 是什么 哦 这个 最后也是有鞋子弄穿 对啊 有鞋子弄穿 这个是 这是那时候日治时期 第一所成立 台湾人就读的小学 然后他们呢 打赢了日本 然后合影留念 可是这个要表达什么 吃得饱穿得暖才有时间去打球 是不是 你若是吃不饱穿不消 还有时间让他们去打球吗 在家里做事情都来不及了 有时间画画吗 没有 这个就是代表当时的社会安定繁荣 陈城坡很有名啊 日本的地展入选 我们的台湾人 后来怎么死的 被打死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1895年 大清国统治下的台湾 200多年来还是这么脏 日治时期几年 50年而已 道路多干净 那有差不 有心治理跟没心治理 短短的几年就看得出差异性 想不想做中国人啊 不想很可怕 终于 经过了50年的努力 昭和天皇他颁布了诏书 在这一刻 他要宣布 将台湾跟澎湖 纳入为日本的国土之一 1945年4月1号 颁布明治宪法 从此 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是哪里 日本 这个呢 台湾 这个是地图 有没有纳入国土 将台湾 纳入为日本的国土之一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他有一个代表作 我们当初在签订 下关条约 就是马关条约的时候 1895年的时候 除了 大清国除了将台湾跟澎湖 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外 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是 大清国的哪里 是他们的 是他们的当时的奉天 他们的起源地 发源地 所以这时候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他说等一下 那是他们的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不能够给你日本喔 所以日本天皇他依照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又跟大清国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 割还回去给大清国 那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他可以被割让吗 不可以 除了不可以被割让之外 到日本战败之后 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张土地权状有在将台湾跟澎湖割让出去 因为他依照了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他也有下达征兵令 然后还有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这是当时的报纸 完全合法 即使什么 即使他只有短短的时间而已 刚刚看到的是1945年对不对 颁布明治宪法 但是这时候有一个时间点 会造成大家寸乱 1941年的时候已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那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请问你在战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脑袋里面只想着 逃命吧 你还会管 现在这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吗 这个国家被编入谁的 不重要命比较重要 所以已经开始在战争 但是1945年的时候颁布招合宪法 4月1号 然后呢1945年的9月2号 日本投降 那我们这样子才几个月 四五个月 有没有更错乱 可是我跟你讲 他就跟结婚证书一样 你倒下去就是倒下去啊 你就是嫁给他啊 当那一天 4月1号他已经成为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即使你9月2号无条件投降了 你还 这块土地还是一样是日本天皇的领土 这样了解吗 并没有 牵土地权杖 将台湾跟澎湖各让出去 即使他战败 这时候 麦克阿瑟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颁布了命令 他将日本四分五裂 我要把日本五马分尸 因为 太强了 日本是不是偷袭他的珍珠港 所以他觉得这样的帝国主义不能让他存在 我要怎么样消灭他 我将日本 的领土 北方四岛由俄罗斯代理占领 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由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呢 交由蒋介石集团代理 占领 可是为什么是蒋介石 美国或许当时只是很单纯的思考 华人应该会善待华人 美国没有想到说 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到 中国跟我们的文化落差会造成什么 屠杀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到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代表了什么 请问一个国家 没有政府 没有警察 台湾啊 在流亡政府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之前有两个月台湾没有政府 请问两个月没有政府的状态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抢劫 抢劫全联啊 银行啊 对不对 但能抢就抢啊 可是 50年的日制教育 大家想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台湾没有暴动 没有政府喔 台湾人自爱自重 成立自卫队 自己管理自己 等待什么 以为 回归祖国的怀抱 以为啊 结果当 落后的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带来了什么 可怕的事情 他们 来到这里文化落差多大 我们的下水道覆盖率是亚洲第一对不对 他们的兵来到这里啊 去那个便利商店啊买了一个那个水龙头 然后回家啊把墙壁挖一个洞 水龙头插进去然后转开 哪有水 那你了解吗 然后水龙头拔出来 再拿去还给那个 杂货店的老板说 你买的东西是败的喔 我回去找到哪有水 他连自来水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这样的人要来管我们 当时这么进步的台湾 肯定会造成很可怕的事情啊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945年10月25 蒋介石集团来台 交战国占领日 46年1月12 第二他就将台湾人 集体强迫 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就是现在大家手上都有一张的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集体强迫将你们 就归纳为 中华民国的国籍 没有给你思考 他不管 因为他就是要台湾 他没有想到台湾 真好呀真有钱 人口又少 人善良 又好控制 离他的中国又近 哇这个不拿起来 不行耶 千方百计 都要将台湾占为己有 强迫你们规划拿他的身份证啊 你们就是我的国民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他正在做什么事情 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国民党 跟中华民国共产党 自家兄弟在打仗 在中国打仗 在抢地盘 结果 他刚好 好运气 被派代理占领台湾 就将台湾所有的物资搜刮一空 运去支出他的国共内战 台湾人有钱吗 三七五捡猪 大地主变小地主 等你们物价通膨 我再来四万块换一块 公然抢夺人民的财产 会造成什么 一九四一年 四七年二月二十八 二二八屠杀事件 我是年轻人 我在读历史的时候 二二八的时候 我没有太大的感觉 不曾经历 而且历史老师教的轻描淡写 怕你有仇恨 可是这些都不是借口跟理由 它是我们台湾人很重要的一个悲惨的历史 可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原因是谁造成的 当我进台湾民政府读到这样一段历史的时候 心是痛的 觉得原来 二二八屠杀 在日治时期我们有两万到三万 这么多的精英 医生老师律师博士硕士 他可以组成一个什么 坚强的内阁 议会 国会 组成一个政府都没有问题 他知道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中华民国不可以 强迫台湾人改变他的国籍 你这样子对待我们 我们当然要抗议啊 包括大家刚刚看到的 陈陈坡 那个画家 他走出车站 双手合起来 手掌中间就被穿过铁丝 跪在地上 当场在车站就砰 这叫屠杀欸 就这样把我们两万到三万的精英 全部杀光光 还有没有人知道 台湾真正的地位 有 然后呢 实施了 这个世界 历史上最长的 白色恐怖 戒严时期 长达多久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 所以呢 现在在场的所有的人 历史记忆都被清洗得很干净 正常啊 很正常啊 就是这样篡改历史 洗清你们所有对中华民国的印象 教育你们 要仇恨日本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世界啊 在我们的心里面啊 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 但是得告诉他们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历史的事件 结果呢 美国没有想到 1949年10月1号 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 战败了 当中华民国被赶出 他的首都南京的时候 一个政府被赶出他的领土的时候 在这一刻 他就成为了流亡政府 这就是流亡政府的由来 我上完初级班还不懂 所以 流亡政府 可以管理一个国家吗 是不行的 可是美国为什么不管呢 他有想管 因为他知道 哦你们 还发生了228事件 然后发生了 这样子这么多违法的事情 然后他还成为了流亡政府 他有想要将中华民国赶出台湾 可是 这时候好死不死 发生了韩战 美国自顾不暇 他必须反共 所以他要去打韩战 他没有时间管台湾 那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刚好跟他的立场是一样的 反共嘛 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中华民国 所以就只好暂时让他留在台湾 结果这个暂时到现在多久了 70年 这个暂时真的太久了 因为韩战爆发 我们在1952年4月28 旧金山和平条约正式签约 因为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已经先对台湾做了这些可怕的事情 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时候 美国知道 不能将台湾跟澎湖给他 这就是我朋友问我的 第二条不是已经声明吗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 林土的主权权利 已经放弃啦 为什么还是日暑 因为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并未放弃 我现在在这里上课对不对 这个是我的吗 这个教室是不是我的 领土是不是我的 不是吗 他有地主对不对 可是地主怎么证明这块土地是他的 所有权状 土地权状 那但是 这个地主他当初战败的时候他就讲说 好我放弃了我都不管了 就给你们使用 我不会再过问你们在这块土地上干嘛 可是 他并没有把土地给你啊 就是这个意思 土地权状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他只放弃了 主权权利就是管辖权 但是他对这块土地上他的人民 他还是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他有义务来关心我们 这样了解吗 但是有人会问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开罗宣言破斯坦公告日本详书 不是都是讲 必须要将台湾跟澎湖还给中国吗 那个叫做单方面的认知 什么是单方面的认知 单方面的认知就是战争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抢一颗球 他们都说 这个球你要行给他啊 是他的啊 是中国的啊 你要行给他啊 打仗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要这样讲 可是啊吵来吵去啊 这颗球的发票啊 在我这里啦 啊球是谁的 我的啊我买的啊 土地权状在日本天皇手上 你们怎么抢 怎么讲都是单方面的认知 他并不是正式的条约 所以我刚讲 从马关条约一直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有在正式的 割让台湾跟澎湖 包括就近山和平条约也没有 他只是放弃主权权利 这样了解了 所以呢 我们要看一个小故事 在座的大家都是跳蚤 跳蚤啊很厉害喔 他是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动物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100倍 那有高吗 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实验 你用一个盖子把跳蚤盖起来 然后你拍桌子他就会跳对不对 他会撞到边 你拍他就撞到 顶端 可是我给你讲他很聪明 他就会降低他的高度 你再拍他就不会撞到了 然后你就把盖子拿开 再换低一点的 你再拍是不是又撞到 你就越换越低 他就越降越低 越降越低 然后你一直换啊接近 到桌面的那种器具 你再拍 我跟你讲他这个时候他会用 爬的 跳蚤会用爬的喔 他不跳咯 因为他跳就撞到了嘛 太矮了 然后当你把盖子拿开的时候 你再拍 他就变成爬蚤 就不是跳蚤了 所以你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像爬蚤喔 自我设限 就是有一个 70年的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的教育 在大家的脑海里面 他总是告诉你 政治黑暗啊 用228可怕的思想在洗清你 不要让大家去参与政治 然后告诉你们 你们所看到的都是真的 可是 当有一个真正的事实告诉你的时候 你不敢抗议 不敢大声 因为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眼睛所看到的 可是你真的看到事实吗 不一定喔 我们现在啊 能够在这里啊 我们秘书长啊 都说 现在在座的各位啊 都有福报耶 有什么 因为啊 台湾民政府即将要执政 各位有幸 可以见证历史改变的一刻 可是秘书长他一路走来花了多少的功夫 他当初啊 是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吃着罐头 然后靠人家送东西给他吃 他这样子关了几乎三四个月快半年 他读什么 叠起来跟人一样高的原文书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从里面找到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 所以他2006年的时候 10月24日 林志生带领228名228的事件受难家族去控告美国政府 他坚持为台湾人走一条路 终于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有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我们没有国籍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炼狱 你知道没有国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台湾人对不对 如果我嫁给一个飞翁 请问 我是谁 对我是女飞翁 我就变成他的国籍了 可怕吗 到2009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这是本土台湾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首次向主要的征服者美国 依照国际法、政争法、就经商和平条约及美国宪法提出高速 8月6号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你们赢了 我承认你们说的是事实 我放弃 放弃之后呢 各自本案代审 港丢 你们告赢了嘛 可是本案搁置代审 为什么 因为 准备好了吗 美国说 你有人接掌政权吗 我今天将中华民国赶走 你们有人吗 要不要有政务官 要不要有事务官 要不要有国会议会议员 阁员 最起码你护政事务所也要有人吧 那当初 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是六百万人民 他们带一千名公务人员 现在台湾两千四百万人民 我公平 一比六 四比二十四 照比例 你训练四千名公务人员 这就是各位这里 现在坐在这里的原因 我们即将到达这个标准 就在今年 很快 所以 3月12 我非常的累 去参加了记者会 因为我们第二次提出了控美案 我们完成咯 快完成了 你要拿出来审了 请将政权还给本土台湾人 这样了解吗 大家 要有心理准备 当很多 台湾人不知道自己是 台湾人身份的时候 他要问你 问题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办法 告诉他 最简单的法理 要了解 这张身份证没有办的 赶快去办 在今年的1月1号 就已经全世界 194个国家全部通用 我们已经完成了公民权利法案 我们这一次去美国 这张身份证 确实确定的是能用的 所以 办了下来之后 出国了 去用用看 如果去美国 白宫 去排个行程 拿这张身份证 可以进去 拿中华民国身份证 不能进去 试试看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争欺骗台湾人 70年 我一直要改 改到现在 封锁控制台湾媒体 很多人会问 你们现在应该还好 在 这几个月之前 大家都会说 为什么你们不打广告 为什么不上新闻 为什么啊 因为 全部都是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的体系啊 你们要推翻我 我还帮你们上新闻 我打开去吗 是不是 现在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们要争取言论自由 应该会帮我们上啊 no 北韩自由吗 大家我们看北韩 是不是觉得他们生活 在一个很可怕的 政治炼狱之下 你们确定别人看台湾人 不是这样吗 你们出国 会去玩 谁会去查 228事件的纪录片 台湾查不到哦 国外查得到 媒体有没有被封锁 有耶 我们没去查而已 我们不知道而已 封锁控制台湾的媒体 很容易啊 上头会没啊 包括这一次 3月12 美国 750个媒体都在报道 台湾呢敢报吗 连中国的新闻都报了呢 最新的 大家上网查 叫世界日报 中国的记者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有一男一女 两个中国的记者 跟我们问了非常多的问题 他们报道出来了 就台湾没有 神奇吗 因为 在中华民国的控制下 以前啊 你要连打个广告 看个报纸 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现在不一样了 时代在转变 局势在转变 该挡的 挡不住了 所以 捏造台湾历史真相 我们读的70年的历史 大部分都是假的 都在读什么 康熙乾隆雍正 慈禧秘生活 有意义吗 我们跟中国 有关系吗 没有耶 本土台湾人的历史 就这么一点点 台湾的历史就一点点 读的都是中国的历史 很奇怪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肇事选举 你拿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去投他的 议员市长总统 就代表你要做 他的人啊 你要做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的人吗 他的领土 现在只剩下金门 马祖跟平坦而已哦 非常小哦 还是台湾大 而且台湾以后会很有钱 体制内的政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台联党 请问民进党登记什么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那他被谁控制 中华民国 他有办法跳脱吗 没有办法 就连阿扁上任 四不一没有上任了才知道 哦原来台湾的历史是这样 来不及了 党派登基就登基啦 除非像我们这样跳脱 但是台湾民政府只有一个 因为告赢的是我们 很可怕 台湾啊 一直在被卖掉 我姐姐啊 她那天跟我讲说 欸 我快没有工作了 我说为什么 我姐姐是卖这个 你们现在看这个投影部幕 有没有 投影机他们公司 是做这个的 台湾 的厂商 那他们都跟谁配合 跟一些学校啊 公家机关 他们每年 政府都会给他们一些预算 然后让他们 可以去采购这些器具 从最早期的 一万 到 后面 七千 到现在 四千 请问四千 可以买什么 可以买台湾货吗 可以买哪里的 中国 淘宝网 对不对 有没有变相的在 变卖台湾的资产啊 就这样欸 如果他不是 亲身就是在你身边 就是这样的事实 你能了解吗 你能了解政府所有的 大大小小的政策 都在改变吗 都在偏向哪里 中国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会过得很辛苦 都有原因的 为什么会穷 我们现在终于有什么 广告了 大家有去点吗 有去看吗 我们过年的时候刊登的 苹果日报 自由时报啊 报纸 电子 电子报 都有刊 都愿意帮我们刊登 所以你现在还敢相信 你看到的是真相吗 流亡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要离开台湾 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徽章啊 请问上面有台湾吗 没有对不对 jenice Taipei 那这个 代表台湾 代表台湾参加大大小小的奥运 可是 我们没有人看得懂 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啊 我们不晓得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七十年这么久 我们没有人去探究过这个原因 为什么上面没有台湾两个字 裁军行政院废子案 平潭岛建设国共和解 代表什么 大家上网Google一下 随便查 裁军一个正常的国家要裁军吗 要国土保护吧 可是为什么裁军 美国跟他讲 你被发现了 你必须 要降到 流亡政府 只能拥有自卫队 十二万人以下 不然你在国际间就称为 恐怖组织 所以裁军 真正的原因我们不懂 不知道为什么要裁军呢 废子案 行政院废子案你打上去 他不是一条两条 一堆 随便点一条下去 废子国防部军医组织条例 一个正常的国家 建设来不及文案 建设的也都来不及了 还废子 废子这么一大堆为什么 因为应该用不到啦 他的土地太小了 政治台湾所创造的是一连串的假象 我们以后看新闻要会看 要会学习看重点 平潭岛的建设 大家有看过这个新闻吗 他原本啊 三四年前 他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一点点的时间之后呢 他就要复制一个更好的台湾 为什么复制台湾住的习惯啊 我爸爸他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他当初也不是很上姓名政府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爸我问你喔 为什么啊 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当官 平潭岛是中国的嘛 为什么新闻报说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当官 我们不是不同的地方吧 我爸他想了一下就回答我说 我也不知道 终于 维莹呢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无法解释吧 这是他们平潭岛的建设蓝图 有水吗 建设台湾啊每天挖路 然后盖他们自己的家乡拿命盖 风力发电水电发电台湾用核能 然后用谁的钱 我们的纳税钱 可恶吧 也没办法可以 台湾民政府有办法 七 嗯秘书长以后会跟他追你放心 叫他卖了金门马祖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七十年来 越南大暴动他只能发贴纸 哦我是台湾人 只能这样保护你 学运 太阳花学运 我们前几期有太阳花学运的人来上课 我问他说你有看过服帽吗 的条款吗 没有 服帽条款没看过 ECFA条款没看过你们要抗议什么 里面啊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台湾两个字 跟你们台湾有什么关系 人家在国共和解 因为他要撤退到平潭岛去 他们签的是国共和解 自家兄弟在和解 那你们去跟人家抗议什么 还被冲倒在地上你看 傻不傻 所以2015年是我们台湾重要的政治年 就是今年 美国都知道 那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们现在啊即将要到达 4000名的名额 配合控美案 我们四月份 还要在日本再开酒会 这就是我们一直 没有停下脚步再前进 今年 执政 我们重要的时官啊 要去导政 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 我来到台湾民政府啊 我觉得 人一个人好一辈子啊 你有想过你可以为台湾这个社会 做一点点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吗 很伟大对不对 通常不觉得会落到自己身上 可是台湾民政府给你这个机会 他让你有这个机会参与改变历史的一刻 等台湾 能够有本土台湾人执政的时候 我们可以好好的建设台湾 所以就在今年 你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改变 有没有信心 加油 谢谢